12月14号15时26分 川媒集团山木树煤矿在N24采区边界运输石门 发生一起透水事故 据悉,截至12月15号八时 确认四人遇难,14人失联 记者12月15号上午抵达四川仪兵拱县山木树煤矿 透水事故现场时看到 矿区空地上,后续批次的救援人员正整装待发 临近矿井入口,三辆急救车紧急待命 矿井入口处,机车缓缓驶向矿井深处 现场有刚从矿井下轮帮出来的救援人员告诉记者 他们完成了长达12小时的救援任务 全身早已湿透 目前救援最大的困难是溶水量大 从井坑到工程边应该有10公里左右 下边溶水还是比较大 已经在抽水了,水房已经干去了,开水 一直到现在将将出来 温身上要就暗示实力,水比较深,溶水比较大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排水设备满 三辆以后,再跟下一个小队 下一个资管小队下去,继续处理 然后我们出来,稍微休息 后面还继续 据了解,目前已先后调运16台不同型号的潜水泵 用于集中力量,对被困区域进行抽水排水 其中包含一台重达12吨的大型清水型潜水电泵 它的最大排水量达到550立方米每小时 四川省煤矿墙险排水站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大型潜水泵的配件重且较多 组装时间略长,但他们将以最快速度 将其运至矿井中进行安装,加快排水作业 现在我们第二批次的泵的话是带了两台泵 其中一台的话是那个煮水泵 煮水泵流量是550磅 550磅的流量,达到每小时 我们的任务的话主要是抽排水 尽尽全力,尽快的把水排水以后 把那个人员,被困人员抢救出来 在矿井入口处 三辆宜宾矿山急救医院的救护车 仍在等待被困人员 该医院业务副院长邓德宏 已工作31年 有着丰富的矿难救援经历 他告诉记者 透水事故主要会造成被困人员溺水 他们要做好急救准备 三个救护车 也好一共10名医护人员全部到达现场 我带了一些外科方面的阶级的设备设施 我可以用除产仪 新电肩负仪 吸管茶馆 还有麻醉机 我们的医护人员和接救车 马上拉到我们医院去住院处理 通知了所有的临床和医疾扩射 都做了充分的准备 根据病情情况来进行抢救救治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我们的医护人员和接救车 可救者 它会有数据stan 都做了充分之 证明